好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我有这一个median是 第一个median是那个空气 空气我知道它的ne是1 然后过后呢 这个是data1 然后我的这个是data2 然后这个是它的median 然后它有的n2 so 我们放进这一边里面 这一个 这一个会是等于1 现在变成n2等于sinedata1 oversinedata2 ok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的n2就是n 我现在要测量这个的嘛 然后我的i 记得我的i呢 一定是在空气的 ok 为什么我有一直强调就是sine i per sine r and the sine r per sine r的时候 i这一个一定是in the air的 你看到definition i一定是in the air的 ok 就是说如果我现在的这一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边这样 这一边跟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是我的i 这个是我的r 然后虽然讲我的光线是这样近 然后这个还是r 这个还是i 如果要算的时候 ok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算对还是算错的时候 就是你的n永远是大过等1的 ok 如果你放这个是i这个是r 你会发现到你的n是小过1 然后就错了的 ok 然后这个是i 这个是r 再空气的是i ok 然后在这一边它说angle of reflection depends on the angle of incident and the value of refractive index of the glass box 就是说你近的角度大 它处的角度又大了 然后reflective index越大它就 呃 角度越小咯 然后在这一边它问为什么它的这一个这样进去的时候它没有改变了 ok 因为我的sine i会是等于这个这个角度是多少度 90度啊 ok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你看sine 90度等于多少 sine 90度其实就是等于1啊 ok 所以它的这一边它就直接没有改变咯 它这个就是直接sine 90度 e per sine r这样的东西 ok 然后它它这一边它也会变成90度啦 sine 90度也是1啊 e per sine r这样的东西啦 ok 它进去出来它都不会改变了 它进去出来它都不会改变了 90度啦 sine 90度1这样 ok 它没有折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不会有改变 ok 呃 嗯 就N1sine 90 等于N2sine 90 ok 嗯 因为它它它它没有改变到角度 重点是它没有改变到角度 啊 所以它就没有折射 它弯一点点它就会有折射了 ok 嗯 嗯 可以 但是它在这一边进来的时候 它速度其实是有减慢的 然后再触回来的时候 它速度其实是有呃 变大的 嗯 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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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